新鲜 酥 叫我过来啊 没长没小子 叫嫂子 这大热天的 你待遇这玩意儿 也不怕捂住肺子 自咋我怀的硬以后吧 我老觉得我这耳朵凉 你要不要来一个 你这血液循环 跟别人都有两样啊 一大洗一粉一瓶老抽 一袋洗一粉一袋老抽 你应该真好 得嘞 满二十了 送您一个鸡蛋 来 你拿好了啊 一个啊 你下个再来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十个吗不是 是 大姐 您买二十块钱的东西 我送您十个鸡蛋 那我那脑袋得被门挤成啥样啊 我不得天天喝七北风啊 姑娘 你广告上明明写的是送十个鸡蛋的吗 你怎么能变卦呢你 你一定是看花了眼了大姐 是一个 十个 一个 十个 你自己挑挑 走走走走走出去看去 我就不信了你 我最晚年你还能讹你几个鸡蛋不省啊 我自己写的我能不知道 这点事我闹不明白啊 我最晚年你还能讹你几个鸡蛋不省啊 你看你看你看 看写十是一个 你们俩合伙蒙对吧 是怎么合伙蒙您的 刚才我进来明明是十个鸡蛋现在怎么变成一个呢 怎么可能 我看错了 你说他这二十块钱送您十个鸡蛋 他这脑袋得被门挤成什么样啊 这就来点个诚信吧 那你还怎么着啊 看错了 怎么样我得告诉你 没事没事 你硬拉拉的 你急一下 好好的告诉你 算我倒霉今天 好算你倒霉 你硬着拉拉的啊 我跟你说我这怀着孩子呢 这还叫多重要啊 我没放 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没好好感谢我一点啊 感谢你什么呀 要不是我及时发现 你这十个鸡蛋可就送出去了 赔大发了 十个鸡蛋 谁写的 外面小孩写的吧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也看见了 我还想呢 我嫂子脑子怎么了 二十块钱送十个鸡蛋 你想把咱家亏死呀 你先说说 谁写的 小孩写的 就就你那一脸坏水的样子 我跟你说我一看就知道 你写的吧 怎么可能啊 我坑谁又不能坑我嫂子呀 没心没肺的东西 都有孩子了 肚子都有小崽子 你能不能有样啊你 你还不信 你敢做敢当吗 我为你好 你为我好 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以后呢 再写这个字的时候啊 你要不然呢 在这呢就写一个大写的一字 要不然呢 你就打印一张纸贴在这上面 你现在写了这个数 好 下一盒十个 再加一盒 千个 千个呀 这一家店都陪出去了 底下加一盒 什么字 王八的王子 旁边加俩树 什么字 天地里的王八 妈 你管不管您闺女啊 有她这样的吗 我 我怀孕了 她也怀孕了 我好心好意的 给她准备那个 那个健康午餐 您看她 她这么气我 她说王八 她说田里的王八 有她这样的吗 我少丑啊 我能给人十个鸡蛋吗 她给我化成十个鸡蛋 我说一个鸡蛋 我不会输住啊 我肯定说是一个鸡蛋 爽儿你别闹我 要摆心眼 线太坏了你 人家了 妈 你管不管您闺女啊 我这儿怀着这个孩子 我怀着这个孩子 我怀着这个孩子 我不能生气 别说我 妈在说我在那样的 陈爽 我都没说话 你跟她说 我说什么了 你看 你看有眼神戏了 妈你别看 干嘛呢 不对不对 行了行了 你这是 我错了啊 是我写的 别生气了 行了别装了 给你开个玩笑 给你道歉 是 想逗逗你 真的你竟然是个鸡蛋吧 你说非得我这样 他才说他是个鸡蛋 行了 那我都是犯错误了 你站起来吧 不是妈真的疼 真疼 爽儿 真疼啊 我跟你说 真的手都是凉的这 我告诉你 你今儿带这玩意儿给捂的 你别又拿走 你这了就好了 我耳朵了你给我 你给我我耳朵 你给我我耳朵 放点了 什么 天哪天哪在哪儿 挺不像这装的一个 妈 真疼 您走去医院了 怎么这么疼啊 赶紧赶紧咱去医院看看好吗 是真的是真的 这怎么着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这下子就不行了 您这疼 快快快赶快上车吧 这是哪儿了这是 这么严重啊 记得有什么事 给我来个电话啊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什么情况 我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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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副急诊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好 来 交给我了 拿着那本 给给给 哪位是王梅峰的家属啊 我是我是 不是 要有问题 您可要保大人啊 什么问题啊 他不是 孕父母肚子疼吗 他没怀孕 我们这是妇产科 你搞错了 赶紧转内科 别捣乱了 没怀孕 那个 大夫 我 我 我这没什么大病啊 小毛病 我不是给你开了三九胃胎吗 好 没什么事 那下一位 谢谢啊 好 我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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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爽 别生气了啊 是 嫂子不对 你别告诉爸妈行吗 我跟你说 刚开始我 我觉得我 我怀上了你知道吗 后来我发现 没怀上 哎呀我那心呢 嗖的一下就掉地上了 你 你能理解 嫂子的心情吗 反正我我 我不给你征房子了 谁给你征房子了 听医生的话 把药喝了暖暖胃 心眼就没那么小了 好 你 你没跟我征房子 是我心眼小 你能 先不跟爸妈说吗 你说你这胃坏了 怎么这脑子也跟着坏了 这么大的事我能瞒得住吗 真逗了你 走啦 哎好歹你把我烧上啊 我是一病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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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进来 进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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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就不能穿高跟鞋了 来 包给我 来 来 忘礼 忘礼 来 一 二 三 妈 您干吗 你呀 现在身子紧贵 能布毛腰就布毛腰 这不有麻呢吗 来 现在呀不能穿高跟鞋了 穿高跟鞋走步 我们这有危险 咱们哪 回来就放上拖鞋 你呀 以后这身子重了呢 这脚还得肿呢 没关系 妈天天给你按摩 你等着啊 我去给你拿水去 来 刘 风里水 来 刘 这个呢 是我专门到养风场买的 纯天然的 对孕妇特别好 来 合口 谢谢妈 闺女呀 妈对你有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打劲儿起呢 你就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就像那土好时 让妈敞坎伺候你 妈 您别这样 我不习惯 有啥不习惯呢 你娘那妈要在这儿 不是也得拿你当宝石 这么伺候着吗 我去给你端鸡汤去啊 妈 妈 你先坐 你 你打 不不 我有事要跟你说 你 你坐 你坐 啥事啊这是 您坐 行了行了行了 爸别喝了别喝了 少喝点对身体不好 都别管我 不是 你说你 你喝那么多酒 把身体喝坏了 谁心疼你啊 什么臭脾气啊 爸 你这不晚上还得去值班吗 你喝这么多酒睡觉打呼噜 你过头把你那停车场里面 停的那些车都给震响了 警报器一响 哇哇哇哇多扰民啊 可以 把酒杯放下吧 别喝了 哥 您说说吧 行了 都给我脸色看了是吧 是我做的不对 爸 妈 我错了 可妈 我 我真的是看您跟爸 判孙子判得跟什么似的 我 我 我就想早点让你们高兴高兴 我跟你说我真是瞧不起你在这儿卖乖 你以后啊 撒谎的时候你跟我打成招呼 省着我能把你这一个内科病人 再给你送到这妇产科 这不光是丢人的事啊 我就怕你丢了命 是不是哥 爸 我和你爸想抱个孙子不假 看我们也是土埋半截的人了 你怎么也不该逗弄我们玩吧 你说你怀孕了 我们是高兴 那你那肚子里也得有真东西啊 我和你爸 还没老年痴呆呢 妈 妈 别说了 这事都怪我 自己没出息 没管好没法 怎么怪你啊 赖你什么了 这事跟陈青梅有关系啊 这是我自个儿的主意 我没跟他商量他不知道 我 我就是瞎吃药了嘛 要不然 没准这时候早到怀上了 有什么俩不起 不就生了孩子呢 这还叫吃饭不吃了 行了吧 说得简单 我回来了 怎么了你们这一个一个 又愁晕残雾的 不会是又有人怀孕了吧 咱们家没有第三个失灵 妈 不会吧 闭嘴 你傻傻呀 快点出来 开玩笑 开玩笑 好 瞎开什么玩笑啊你 有一件事我想您是误会了 但我不是故意让您误会的 不过如果我继续保持沉默的话 我就间接故意了 哎哟 闺女 你们这大历师啊 说的那法律的话我都听不懂 您记不记得 您跟我通过电话 哦 记着 我能不记得吗 那是西从天见哦 我们老草家后继游刃溜 我当时说我有结果了 其实不是有结果说我怀孕了 而是我单脚子宫 一个输篮管缺失 另外一个发育不良 而且最近醋牌也不是很有效果 那 苏昂 我还是听不达命为 你给我说的简单点 俗一点我听得懂的 简单来说就两句话 一 是我没有怀孕 二 是我身体有问题 可能一辈子也怀不了孕 不 你等等啊 等等 你让我捋一捋啊 你压根就没怀孕对吧 你是根本就怀不了孩子 是这意思不 我的天爷爷 长辈子脏了什么也有啊 报应到我头上来了 妈 您别激动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苏昂啊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不能生你不早说呀你啊 我 我也是刚刚才查出来的 你这不是耽误明达了吗 你就让我们操的段子绝损了 爸 妈 怎么了 您大爷 怎么了 妈怎么了 妈 怎么了 妈 报应得在我您这儿份上喽 说了 事实啊 妈 妈 我跟你说啊 这都是我的错 跟苏昂没关系 您知道吧 啥你不好啊 她都坦白了 她说她养不了孩子 妈 妈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们操架 妈 妈 妈 这个事咱们冲长记忆 您别再伤心啊 看下苏昂了你啊 苏昂 苏昂 你怎么跟妈说的呀 实话实说 你为什么要跟她说实话 怎么就不能先满两天呢 咱不说好了要曲线九国吗 我这个人就是说不了谎 你再怎么曲线 那肚子也大不起来啊 你先进去安慰你妈吧 我已经没脸见她了 你去哪儿啊 我找个地方冷静一下 快快快去陪你妈妈吧 快去吧 嫂子不就是说了个谎吗 我还真想替嫂子解释两句 是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是陈嫁一分子啊 主持公道 则无旁贷 嫂子说谎这事 我不敢口头 但嫂子的想法是非常正确的 是值得肯定的 替咱们家传通接待啊 陈嫁 但是呢 爽的肚子里 虽说怀的是 货真价实的孩子 可她的想法 从一开始就是错误 甚至是 不合时宜呢 那你几个意思呀 你这是骂我呢 你 你还是干什么呢 他没骂你 说我呢 你有什么话直说 别拐弯摸脚的 我们家人听不懂 好 我简单地规划一下 我的意思啊 嗓子 你没怀孕是吧 你废话吗 对呀 所以 我们俩一块陪着你 不是 箱子 你这说这么多话 这什么意思呀 你把全家人都说晕会儿了 说话呀 就没个靠谱的时候 其实特别简单 我们俩呢 没有做好要孩子的准备 也就是说 这孩子 我们不想要 什么爽 你们不想生啊 对 我们呢 就没打算要过孩子 这不是意外吗 我嫂子说怀孕了 就是签诊了房子的事 我们就跟你交交劲 既然我嫂子现在没怀孕 我们正式跟你们说一声啊 明天我们就去医院 跟这个孩子呢 就告辞了 我的小祖宗啊 这一个是没怀上 一个是怀了不想要 这家正什么样子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你 嫂儿呀 你是不是想让我 和你爸死不瞑目呀 你默着良心说话 行了行了 什么死了活了的呀 你别老跟我爸两个人 用这种老观念老思想 来封闭我们的头脑 我们本来就没想要过孩子 要那孩子干吗呀 烦不烦哪 我们要做丁克一族 丁克一族多洋气 将来想去哪儿去哪儿 抬脚就走 妈 妈 你你你消消气嘛 就是他就是一说嘛 妈 双儿 你再敢说一句 干吗呀 哭上了 饭让不然 让不然吃 我 我怎么送了你这么个 不孝的东西啊 妈妈 妈你别难过 别难过 妈你消气 他就这么一说 他不是存心的 妈 您放心吧 嫂子肯定能给咱们家传统接待 到时候一定给您生个大胖孙子 你看我哥 身体多好 连荷尔蒙都长脸上了 去 你 不是 你 他说也有道理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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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吧 我刚第一个给您生个大胖孙子 您您您您您您您别伤心了啊 我跟你说我多打今儿起 就今儿晚上起 我跟陈晴我们俩就好好努力 那叶蒙我都吃了好长时间了 是一直吃着呢 你什么大胖孙子 是是是是吧 不要 从今天晚上开始努力 绝对的 高低给您生个大胖孙子 我们俩一起努力 我们俩身为大胖孙子 一直漂亮 一起努力 喂 赵律师 首先要感谢你的拇指 感谢答应下了接听见 不用客气 我这次找你是公事 据我了解 赵律师的工作 主要是在婚姻领域 而以我对你的认知 你会是一个比你的名气 更加称职的律师 所以 现在有一件事情 我要委托你 什么事 现在我这边有一个 一对多的相亲活动 需要一个婚姻方面的律师 处理相关法律方面的事情 当然了 这一切的前提是 你并不害怕跟我见面 做人是做人 做事是做事 可我还是打赌你 不敢接受我的委托 那你错了 这案子我接了 你走着瞧 好 老公 你刚才饭都没吃好 可难受了 少倒点水 来 来 老公 嗯 只有你对我最好 只有你知道我胃不舒服 胃暖暖的 很贴心 都是你病急乱投医 乱吃一些什么怀孕小偏方的东西 要不至于这样 你别跟我那么凶 他们刚才在饭桌上都瞪着我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我不就是没怀孕吗 那我也没犯罪 没怀孕不是你的错 错就错在我包庇你 错就错在你不应该骗大家伙 我不是觉得 早晚咱俩得怀上吗 老公 嗯 我现在胃挺舒服挺舒服的 就是心里头有点不太舒服 怎么了 我觉得咱俩是不是得争口气 加把劲 你说你那么棒 咱们怎么会怀不上呢 咱们只有赶紧怀上了 才能阳眉吐气 苦尽甘来对不对 那你真是雷真雨 说下就下 我可不是候补队员 说上就上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拿个药算喝 嗯 要不 要不咱俩 抓紧点时间 现在啊 嗯 现在抓紧时间 怎么抓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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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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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无聊和无耻 都不是问题的话 那我一切可以 我记得以前在法国 念书的时候 确实是挺无聊的 我还专门跑到 法国的图书馆 去翻了他们的民法典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民法典一千一百零一条 里边规定 所谓合同就是一种合意 说白了就是你请我愿的意思 不管我出去什么样的条件 都没有要求对方答应 或者不答应的权利 所以 即便是无聊 即便是无耻 也是一种公平的无聊无耻 流氓不可怕 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 赵律师我要提醒你 进行人身攻击 已经是一种示弱的表现了 你要加油啊 这双鞋还给你 为什么 我负担不起啊 这每走一步 都踩在劳动人民的脸上 不昧着良心走不稳 不就是一双鞋吗 你想要就要 不要就扔掉了 要扔你自己扔 好 麦总 都准备好了 请他们进来吧 请 是双胞胎 那你真不想要啊 双胞胎 您是说我这肚子里面 现在装了脸 是啊 不可能啊 我们家没这遗传基因啊 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 就超宰了呢 没劲都怀上了 打掉不是太可惜了 你看 你都三十多岁了 现在呀 怀一个都不容易 你这一下怀两个 有的人哪急得都掉头发 可是你这一箭双雕 真是身在腹中肚之腹 这么快就出来了 疼不疼 沉 沉 怎么还沉呢 辛苦了 辛苦了啊 我知道 我要是一女的呀 这鼓我就替你瘦了 啊 来 快上车 带你吃顿大的去啊 真够快的 我还以为得多半天呢啊 现在这个医学科技 还挺发达的啊 走 翔子 你真厉害 怎么了 叶 胜利 完美 双胞胎 双胞胎啊 那还真是有点可惜了 没事 孩子打都打了 是吧 打孩子也不分单双号 也不现行 我没打 真的假的 真的 为什么 双胞胎多难得呀 医生说这等于我挣了五百万呢 你 这 这咱俩不都说好吗 五百万 你给医生呗 你揣他肚子里去 你看 你怎么说话呢 你翻脸不认人呀 我怀疏胞胎 你不高兴是不是 你 你不认账了 不是那意思 关键是咱俩说好 就来打胎 对吧 你不能不讲信用啊 是我不讲信用 还是你不讲信用啊 你还关上我了是不是 我还想问问你呢 偷出什么好吃的了 我为什么怀疏胞胎 医院五点半下班啊 你再好好想想啊 好好想想 你干吗去 送水 五点半下班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能投肝不能共苦是不是 讨厌 说不得太多好啊 还不喜欢 就这个非用二爽 喂 爽 你在哪儿呢 拍活呢 怎么了 赶紧过来吧 上医院来 吹 吹夏姐不行了 是吗 那行 那我马上过去啊 来 给你 谢谢 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都在外面站着 癌症 不行了 姐 我来看你了 是吗 你来了 好 我看你这面色不错呀 面色红润 真是病马上就要好了 别摘呀 这玩意儿 堵得很难受 你没事 我就是想偷个人 在这儿睡个觉 注意这些天啊 我能一宿一宿地 睡个整觉了 姐姐对了 你就该好好休息了 太累了 姐 你知道吗 就在咱们车队 不是 从小到大 我最佩服的一个人就是你了 又能吃苦 又能受累 关键是生了病不用看病啊 不用去医院 一挺就好了 我 那不是哥以前吗 现在呀 我 我怕是挺不过来了 别瞎说 我也不想挺了 这么活着 挺累的 前些年 我男人和儿子 不小心 没击中毒了 就给我丢下一个生病的婆婆 这些我都知道 咱不想这些 咱想一些高兴的 我们呀 所有人都等着你呢 等你把病养好了 咱回队里 还得唱上歌跳舞呢 你还得给我们编舞蹈呢 我也想 我也想 说 姐有个事 求你了 这卡里的钱 是给我婆婆 存着的 我婆婆现在 她住在老院 这卡里的钱都够她 治几年病的了 你看你吧 静说这丧气话 这卡我可不拿着 我不管 你自己管它吧 你 帮我 拿着 拿着 姐求你了 还有 你别怪姐多管闲事 你 你听见一句话 你呀 得赶紧趁年轻 生个孩子 咱们女人 生了孩子 做了妈妈 才知道幸福是什么 可惜 可惜 我好认识 好歹 我也幸福过了 我这辈子 不苦了 值了 我真是 姐你就是瞧不起我 你知道吗 就你说这幸福 我马上就有了 俩 双胞胎 等我回头把这孩子生下来 我晕你一个 真的 真的有了 太好了 真是 别哭了 哭什么呀 就你老在这儿煽情 弄得我都在这儿流眼泪 讨厌 你别逗了 哪有 云孩子的呀 你要不嫌弃 你让我给他们 当干吗 必须的 孩子的名还得让你起呢 走 快点 快点 难受是吧 你等会儿啊 我叫医生请啊 你等着 不要走了 快点快点 姐 来 我把这给你带着点 是吗 你扔出去 你都喘不了劲 快给他带着 姐 别忘了姐给你交代过的事 你们哪 要好好活着 姐要走了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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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 医生 怎么样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个是秋生侠的遗物 还有这本日记 你转交给他的家人吧 快走 快说 晚上到我家看着 今天到处都堵车 都变堵城了都 越拉活就越赔钱 可又不敢让自己停下来 停下来肯定一分钱都赚不到 既然下午拉了一个高中生 长得特别像儿子小雷 而且和小雷还是同一所中学 如果不是他满嘴的脏话 我肯定不收他的车钱 你别管姐多管闲事 你啊 得赶紧趁年轻啊 生个孩子 咱们女人生了孩子 做了妈妈 才知道幸福是什么 今天下午有一个乘客 把钱包拉车里了 今天下午有一个乘客 我数了一下 有一千多现金呢 我刚开始还有点动心 可是后来还是上交给了公司 我是怕别人的钱 我揣着晚上睡不着觉 这卡里的钱是给我婆婆存着的 我婆婆现在住在养老院 这卡里的钱都不够了 这几年病的了 过几年 完了我就 我就管不上了 今天有大雪 特别大的雪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这几天眼睛有点疼 身体好像黏在了座位上 我还突然忘了 后排座上有没有客人了 只是觉得 这样开着开着 一直这样开下去的话 就会开到人生的尽头